大家好 我來為大家介紹一下 使用Cookie的時候會常需要用到的工具 他們的安裝以及設定的方式 首先我們常用到的會是螢幕側錄軟體 軟體有非常多種 我在這裡先為大家介紹一種簡單好用的軟體 叫做Manicam 首先到游覽器上輸入Manicam 到他們的官網以後 點取官網以後 就可以進到他們的首頁 然後選擇DownloadManicam這個Tab 點取下來以後 他不需要註冊 他就會問你說有一些簡單的介紹以後 在這邊點選有一個Download Now的按鈕 按下去以後就可以做Download的動作 這邊還有一個Download Now 下載好了以後 他會要你等一下大概10幾秒以後 就可以開始把東西存進去 存進去以後呢 就可以做安裝的動作 那安裝其實就跟一般的軟體安裝沒有什麼太大的分別 需要選取你的目錄以及安裝的目錄 然後安裝的要不要有捷徑之類的 那我這邊有一個安裝好的 就是Manicam 那Manicam大概就是一個介面就長這個樣子 他主要的功能是可以做一些轉播上的一些特效 例如說你可以在 你現在看到中央的視窗就是你現在到時候模擬轉播出去的畫面的樣子 那你的Source 你選擇Source這個Tab以後 選擇Desktop就是你的桌面 以後呢你可以選擇你要測錄你桌面的大小 你可以選擇Full desktop就是全螢幕的測錄 或者是部分的Partial desktop 還有自己自訂你要錄的範圍 選擇自己自訂的範圍他會跳出一個視窗 你可以調整他的大小 然後拖曳他 然後去選擇你要測錄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在後面的部分 就會看到你測錄的地方 就是這個框框就是你測錄的部分 那好了以後就按OK以後 他就可以使用測錄 那這邊有一個output的解析度的選擇 那我們這邊選擇640x480 是一個教室的Cookie轉播的選擇 那這邊還有一個update rate 那記得把它調到最小 會有比較流暢的品質